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某工厂原计划每天生产M个产品 这是预计的啦 每天可以生产M个产品 那实际每天都生产M个产品 实际上它每天是生产M加M个产品 那么生产X产品的话 可以提前多少天啊 你要生产一产品的话 它预计多少呢? 因为它预计一天生产M个 所以生产M个需要几天呢? 需要M分之MX 这个是预计的 预计这么多天可以完成 但实际它每天生产这么多 所以X除以多少? M加M 这个是实际 这个是实际所需要的天数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它可以提前几天啊? 它可以提前 这data 可以提前的天数 就是它预计的嘛 预计的天数比较多嘛 那就是提前的嘛 减掉呢? 它实际 需要这么多天啊 这是预计的实际啦 那一减的话呢 就是它提前的天数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 大家应该要选B 大家应该要选B 好 好 感谢观看